有一次我看将军排了45分钟 有可能 接着怎么回事 你跟上去 那会有时间 对啊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跟着通勤族一起排队等车聊天 一行五个人 为了不妨碍上班族 他还特别先礼让赶上班的民众先上车 等待下一班车比较有空位 他才上车 9026这个是基隆最重要的通勤路线之一 那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后来我们也透过民众了解到 现在9026开始会从一高下戏子 去停戏子的几个站 然后最后目前是只有到南港展览馆 没有进南港站 那我觉得这个对通勤朋友 他们毕竟还是很关心 他们的通勤权益 受到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交通处的王处长 还有我们重发处的林处长林立场委员 来跟大家一起来搭乘这个路线 然后来了解一下 那非常感谢这个王处长 他第一线就像我们说的都要跟民众行的问题要站在一起 所以据他了解现在的9026还是仍然在积极协调中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要大家通力来努力 包括业者交通部 国会办公室还有市政府 那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来协助 那我们后来有透过交通处的王处长 他可以跟大家比较清楚的说明 我们也了解到说 为什么不停这个南港站 是有一些南港站需要一些费用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了解 现在问题是出在费用的问题 但是费用的问题 不应该影响到民众搭乘的权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化解这个问题 这样子 我现在也蛮早就起来会念圣经祷告 所以起的也算比较早 那我们如果一有需要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在外面 但是一有需要 我们就要在外面 跟大家多了解一下 大家每天碰到的情况 我跟王处长还有林处长都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只要大家尤其是在通勤方面 只要通勤方面有哪些需要我们关心 我觉得我们就会想要立即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那9026的问题就是有问题 还没有解决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9026的状况 然后我们能够尽快解决这样子 当地的英安里里长 几乎每天都要来这边当志工 协助通勤族上车跟过马路 他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大概是7点到7点40这个时间 就等很久 而且没有车辆来 他从金山那边就开始出来配名了 这是最后第二站 后面还有一站大概会留三个位置 现在目前大车族他最不能理解 就是说明明有位置 然后不给上 司机大哥不给上 基隆大约有10万人 每天都要通勤工作赚钱养家 花费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奔波 谢果良上工第一天的起手势 就是以同理心来体验通勤族生活 希望让他们减少通勤的不便 未来的目标还是要增加在地就业 让通勤族逐渐减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